中方对美方制裁中方企业和个人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辖 反对美方依据其国内法肆意打压中国企业的霸凌行径 中方已经多次强调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同伊朗在国际法框架内开展正常的合作 合理合法 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 美方罔顾各方的正当合法权益 肆意挥舞制裁大棒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 是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中方已经并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 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中方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审议通过这一法案 公然为香港的激进势力和暴力 国际分子张牧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表示强烈的愤慨和 坚决反对 美方损害中方利益的任何举动都会遭到我们的有力轨击 最后再次重申 中方强烈敦促美国国会的一些人认清形势 立即停止推动审议有关的涉港法案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 以免进一步的损害中美关系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停止审议推动有关涉台的消极议案 慎重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篇报道有捕风捉影的嫌疑 对报道内容中方不做具体的评论 这里我要强调指出 中方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我们始终主张国际社会应当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合作 来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